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被查到入境新加坡的时候身上有鞋带香烟是需要交很高很高的罚款的 那你可能会说我曾经进新加坡很多很多次然后都带着烟但是却没有被发现 那这其实只是一种侥幸心理 如果一旦被查到这个后果还是很严重的 所以我觉得鞋带香烟入境的风险很大 大家最好不要尝试 第二点新加坡的公交车是不报车站的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在新加坡坐公交车上是没有广播来告诉你 现在是哪一站然后下一站是哪一站 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你是来新加坡旅游的话 尽量不要搭公交车 因为公交车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适合新加坡的平民百姓出行的一个方式 并不是特别适合游客 所以说如果你对新加坡的公交系统已经各种线路不是特别熟悉的话 就尽量不要在新加坡搭公交车 第三点新加坡的地铁上去不可以吃东西 也不可以喝水的 这也是一些可能刚来新加坡的人或者说没有来过新加坡的人觉得比较不能适应的一点 因为在新加坡的地铁上是一点东西都不可以吃 然后连白开水矿泉水都是不可以喝的 如果在公交车上吃东西喝水被发现的话 也是要交很高的罚款 然后第四点新加坡是不可以带榴莲上地铁和公交车的 榴莲在新加坡非常有名 很多人来新加坡都会想要尝一尝这个热量的榴莲 但是一定要注意一点 上地铁或者说上公交车的话 就不可以带着榴莲的 因为其实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榴莲的味道 有一些人甚至会对榴莲的味道非常的排斥 所以如果你把它戴上一个这样子公共场所的话 就会让另外一些非常反感之味道的人感到很不舒服 所以公交车和地铁上是不可以带榴莲的 然后第五点 如果你来新加坡玩的话 我建议你带一件比较薄一点的外套 大家都知道新加坡一年四季都是夏天 然后全年的平均温度在28到30度左右 但是如果你进到商场里面 如果是要买东西啊 或者说在商场吃饭的话 在商场待的时间比较长 就会感受到商场的冷气非常的强 然后如果你是比较怕冷的人的话 那我建议你可以戴一件薄薄的外套 另外在飞机上也是比较冷的 所以有一件外套也是比较好的选择 第六点 记得带雨伞 最近这几个月新加坡 总是有断断续续的在下雨 虽然说每次下雨 持续的时间不是特别长 但是它总是会出其不意的 在阳光很灿烂的时候突然下雨 那如果你是来新加坡玩的话 有很大的可能性 你是会在室外在玩的是在走动的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你有一把雨伞的话 你就不用害怕了 那以上就是来新加坡旅游之前 一定要知道的几件事情 希望今天这个视频对你们有帮助 我在这里提前祝你们新年快乐 如果你们要来新加坡玩的话 也希望你们在新加坡 吃的都是好吃的东西 吃的都是好玩的地方 然后玩得开心 好 那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帮我点赞 然后订阅我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